本来以为今年没啥新品笔记本了 所以说我都打算做年终总结视频了 结果华为发布了一款新品 MateBook X Pro 2022款 这台笔记本电脑我是真没想到会在今年压轴发布 针对这台电脑 有几个升级点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 首先是3.1K原色全面屏 这次不仅分辨率增加 而且官方宣称色准平均DeltaE小于1 那说明本来就很强的屏幕更强了 我们要好好测一下 第二是它的键盘 终于把之前糟糕的手感改进了 第三就是散热 曾经的X Pro散热水平只能说是勉强及格 这次据说是提升幅度很大 当然了除了这些我们还会演示它的很多功能 包括超级终端 AI隔空手势操作等等 具体实测表现如何 它是否撑起华为旗舰级PC的地位呢 看完本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我们先来看配置 i7处理器 16G内存 以TB固态硬盘 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了 其中有些细节的区别 比如说这个i7是1195G7 和我们熟悉的i7-1165G7相比 频率提升了 再比如这个内存频率是3733的 相比我们熟悉的4266更低一些 可能会影响核显性能 然后是屏幕 这次的重点 14.2英寸3120×2080分辨率 100%p3色域 500nit亮度 3比2比例 90Hz刷新率的触屏 面板规格是华为PC历史最高 与此同时 电池机身厚度和重量都大了一点 说实话 针对这种核显笔记本 我还是更喜欢i5的低配版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CPU都是四核八线程 本质上差距很小 视频开头咱们就说过 MateBook X Pro 2022款的特点之一 就是屏幕 所以说我们先来测它 分辨率3120×2080 3比2比例 四面超窄边框 实测色域很高 这台电脑还支持色域切换 可以在P3色域和sRGB色域下运行 我们分别测试了色准 在DisplayP3标准下 平均DeltaE 0.86 最大DeltaE 2.27 切换至sRGB标准后 平均DeltaE 0.92 最大DeltaE 2.09 确实做到了双色域平均DeltaE 1的标准 实测亮度均匀性方面 整块屏幕最大亮度基本上都超过550nit了 明显高于500nit的官方标称值 均匀性表现还不错 最后 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22.63ms 呼吸响应时间34.1ms 采用全亮度DC调光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点评 华为MateBook X Pro 2022款的屏幕 那就是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曾经的老款X Pro 就是同家位里的屏幕王者 如今2022款更加巩固了这个地位 测完屏幕 我们接下来去边看外观边体验外摄 这次2022款的外观 相比上一代变化不大 整机仍然采用CNC一体成型的工艺 表面有陶瓷喷沙处理 做工的十分精致 我们拿到的这台是肥冷脆 实际看上去更偏向于蓝色 另外还有深空灰和耗月银两种配色可选 整机相比上一代厚重了一些 不过增量非常小 仍然是轻薄本的标准体型 充电适配器也增重了一点 因为功率从65W提升到了90W 既可以提升性能释放 还能增强充电速度 这个增重我个人还是很欢迎 屏幕支持单手开合 最大角度约为135度 这次华为终于把键盘上的双下巴摄像头 挪到了正常位置 痛哭流涕 不过即便B面多了一个摄像头 MateBook X Pro的边框仍然很窄 整个B面的屏占比达到了92.5% 观感很高级 C面是这次升级的重点 首先是键盘 它的键程得到了加长 官方宣称达到了1.5mm 配合大尺寸键帽 实际打字手感 比2021款紧实了一点 和之前MateBook X4S采用了同款的新键盘 整体确实升级了 除了键盘手感 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智慧语音的按键 在语音输入模式下 它可以把你说的话自动转换成文本输入 而在AI字幕模式下 它可以自动识别视频中的语音 并转换为文字 支持音译中 日译中等翻译功能 字幕也可以保存成文本导出 实时翻译肯定有延迟 可以用来作为会议记录 那在触控板方面 X Pro选用的是压力触控的方案 通过振动来模拟按下去的感觉 这让整个触控板都可以往下按压 且震感和按压灵灵度有三档可以调节 另外华为给触控板新增了六种手势操作 我觉得最实用的是滑动调节音量 屏幕亮度 在滑动的同时还会有段落感 振动反馈 还有指关节双击截屏和录屏的功能 用起来也挺方便的 这还支持录制桌面 不用求助于第三方软件了 总的来说 这块触控板这是独特的手势操作 再加上细腻的点按和滑动手感 整体很出彩 我认为是Windows PC排前三的触控板 最后再来看一下地面 依旧是熟悉的布局 进风口位于两侧 这里面同时还藏下了扬声器开孔 配合C面一起构成了六扬声器系统 最好不多说 咱们来听听实际效果吧 听下来各位感觉如何呢? 个人认为MateBook X Pro的中高屏表现正常 但是低频相对一般 作为笔记本音质整体还行 但如果是真的追求影音效果 那还是外接耳机吧 前面说了这么多好的地方 下面要聊聊我认为表现一般的地方 首先是AI隔空手势功能 隔空识别人的手势这个原理挺高级的 首先它通过笔记本的扬声器发出超声波 然后声波遇到手就会出现反射 之后这个反射回去的声波会被笔记本的麦克风接收到 最后电脑根据收发超声波之间的信号差异 来识别用户的手势 这就相当于内置了一个微星雷达 目前它是这三种手势操作 可以实现PPT和PDF的翻页 视频快进快退等功能 实话实说 这个功能创意还是挺足的 就比如说我正在一边吃东西一边看视频 现在手一推就可以暂停播放 不用担心弄脏键盘了 但是呢 目前这个手势操作的灵敏度还有待提高 有时候我滑一下这个PPT 可能姿势没有摆正 也可能是速度太快就会识别失败 据华为称 这个手势功能有算法学习的过程会越用越灵敏 由于手发测评的时间比较紧 这个只能通过时间来考证了 另外 这个视频的操作功能 目前只支持爱忧藤的桌面程序 网页端还是不支持 视频的应用还太少 希望华为未来能够开发更多场景吧 另一个表现一般的地方是接口 上一代的Matebook X Pro虽然接口少 但是至少还有一个USB-A 结果到了这一代全变成C口了 而且还不是雷电4 日常使用非常依赖扩展物 华为在配件中附赠了一条C转移的线 这条线一定要用上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Matebook X Pro 2022款的外在 今年这台电脑外在总体上是进步的 既增强了优势 又弥补了部分劣势 除了接口我不满意之外 其余的地方表现都挺好 那看完了外在 我们接下来就要测内在了 性能部分 我们有理论跑分测试 实际应用测试 以及华为一些特色功能的实操展示 先来看CPU部分 它搭载了一颗i7195G7 可以看作是英特尔11代低压处理器的 纠集灰烬版 相比之前常见的i7165G7 它的CPU单核频率增加了0.3GHz 全核频率增加了0.7GHz 仍然是四核心八线程 我们先运行Centbench R20单线程 i7195G7只跑到567分 比i7165G7还差了一点点 诶 这不科学啊 我们研究一番之后发现 原来是这台电脑的风扇策略偏保守了 在跑R20单核这种中等负载时 转速比较低 结果CPU会出现过热降频的情况 不能一直维持在5GHz 为了测出这颗CPU的真实性能 我又把它放到了上海5度的室外 又跑了一遍 这个结果就比较正常了 不仅超过了i7165G7 甚至能赶上顶级的i9 11980HK了 至于多核性能部分 照例跑了一遍R20循环 第一次分数稍高 达到了2316分 之后分数会稳定在2200分左右 从记录到Log可以看出 第一次跑分时 CPU功耗可以达到50W 然后逐渐回落到33W 之后的跑分都是先冲上40W 然后很快回落到30W运行 对应的频率为3.5GHz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 今年年初我们测评了2021款的X Pro 那个时候R20的循环功耗 只能维持在15W 这次能维持在30W 直接翻了一倍 得益于功耗增加 Matebook X Pro的多核性分数 相比上一代提升很大 超过了50% 这个进步幅度出乎我的意料 然后再来看图形性能 i7-1195G7搭载了96EU的Iris核显 主要是频率相比i7-1195G7提高了100MHz 不过 这台电脑采用的是3733MHz的内存 核显的性能发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实际跑分也印证了我的猜想 三个项目中 只有Time Spy比i7-1195G7 加4266内存的组合高了9% 另外两个项目则是基本没有区别 看来核显频率的优势一定程度上 被内存频率给抵消了 测完理论性能 下面是实际应用中的表现 原生分辨率对于核显来说压力太大了 所以说游戏测试放在1080P下运行 只测简单网游 3A大作就不测了 没意义 实测最低画质CS-Core平均176帧 最高画质Dota 2 61帧 基本上能达到流畅的水平 内容创作部分 无独显的电脑不适合PR、AE这种重度工作 这次也就测试一下PS 最终得分750 这个分数比不上那些创意设计PC 但是差距也不大 偶尔用来修修图是足够的 总的来说 MateBook X Pro 2022相比上一代的性能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用来应付绝大多数商务办公和轻度游戏需求都没问题 但如果你有很强的游戏需求 那这部分性能提升与你无关 想玩游戏还是得买其他独显型号 那除了所有笔记本电脑都会测的传统性能之外 华为的电脑还有很多特色功能 比如说这次新引入的超级终端 简单来讲 就是设备之间的连接方式变得更直观了 现在曾经连接过的设备会悬浮在电脑四周 只需要拉一下即可完成互联 同时 新版的控制中心集成了各种常用的小组件 不用再去一个个手动找了 连接成功之后 手机可以开启多屏协同 支持操控三个手机窗口 同时还可以实现解贴板共用 电脑编辑手机文件的功能 这次华为还更新了智慧搜索 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搜索手机内部的文件 能通过文件类型进行筛选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手机系统文件管理混乱的问题 那除了和手机的多屏系统之外 MateBook X Pro也支持在平板 显示器 智慧屏上进行无线投屏 在连接平板时 除了传统的镜像 扩展两种投屏模式之外 还支持共享模式 可以在PC和平板之间 实现文件互传和键鼠共用 总之 在笔记本与其他智能设备的互联这方面 华为目前是做得最丰富的 如果你真的用华为的其他设备 那这些功能应该可以帮到你 应用实测搞定了 我们再来看看内部构造 这台电脑拆解不难 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用锡盘揭开后盖 注意 脚垫下方还有隐藏螺丝 不拧下是拆不开的 可以看到电池占了比较多的空间 容量为60Wh 比上一代的56Wh多了一点点 实测 PCMark10的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9小时16分钟 这个成绩只能说及格 估计是屏幕耗电量太高了 电池正上方式固态硬盘 三星PM981A PCIe 3.0 x4速率 实测读取和写入都挺好的 虽然不是PCIe 4.0 但是也是高端固态 内存颗粒为主板背面 板载16GB LPDDR4X 3733MHz 实测读写速度要比常见的4266MHz内存弱一点 比较可惜 最后是散热 这一代的MateBook X Pro仍然采用了VC冲热板在双风扇的散热模组 同时进行不小改进 出风口由原来的一左一上 改成了从平轴两侧出风 也论上可以解决之前机身右侧偏热的问题 风扇的尺寸也比之前更大 可以提供更充足的进风量 华为宣称这台电脑的性能释放水平相比上一代翻倍了 下面我们用烤机来检验一下 释放25度使用FM加P切换到高能模式 对于这种无度显的轻摩本 先采用负载较低的StressCPU进行测试 30分钟后CPU94度功耗30.8W 频率4.5GHz 然后再试试压力更大的StressFPU 结果核心温度和功耗基本没有变化 原来是94度30W 只是频率下降到了3.4GHz 下面再来看看表面温度 最高的键帽38.2度 发热区域比较大 形状则是和VC冲热板差不多 好在温度数值并不高 空格和方向键则比较凉快 只有30度左右 然后是背面温度 中心点36.1度 整体比较凉快 中口位置稍热一些 在烤机的过程中 机器满载人味噪音是45.4分贝 轻摩本的常规水平 在我看来 MateBook X Pro 2022的性能释放激进了很多 上一代2021版限制了15W功耗 满载只有66度 我还批评它太保守了 这一代就直接翻翻了 满载30W功耗94度 已经是极限了 值得表现的是核心温度达到了极限 但是表面温度没有明显变化 还是控制在了40度以内 说明这次散热的改进 特别是隔热性能的改进 效果很显著 好了 在看完了屏幕 外摄 性能 散热等一系列测试之后 算认大家对这台电脑有点点的印象 我们这里总结了三条有趣点供给大家参考 先说优点 第一 屏幕素质极高 MateBook X Pro身为华为的PC旗舰型号 屏幕从一开始就是最大的优点 如今新款X Pro依然没让我们失望 这块屏幕的实测表现 很像华为这家公司给我的感觉 白尺干头更近一步 第二 性能释放进步明显 热设计其实是华为一直在钻研的地方 但客观地说 之前的效果一直是差强人意的 是的 我的意思是大体上还能让我满意 如今 苦工多年的领域终于有了明显进步 性能释放提升 肉眼可见 第三 触控板手感优秀 实话说 这块触控板我曾经在MateBook X上已经见过了 但是那台电脑体型太小 触控板面积受限 如今在X Pro上 压感式触控板能够放开手脚 再配合新增的手势操作 这体验在Windows阵营里是名列前茅的 说完了优点 我们也得聊聊缺点 第一 扩展性较差 2022款X Pro在很多方面都进步了 但是扩展性却有些倒退 不仅没有雷电4 珍贵的Type-A接口也消失了 身为商务本 接口扩展全靠转接 实用性在哪里 第二 内存性能一般 我知道华为有各种理由来解释为何用3733的内存 但事实就是 大多数笔记本都是LPDDR4X 4266MHz了 明年就要DDR5了 希望华为在内存上不要再落后了 第三 发布时间太晚 讲真 如果这机器是年中发布 那我的兴奋感会比现在强很多 现在发布11代新品 留给X Pro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 我们今年1月发布的MateBook X Pro 2021款视频评测 当时我们例取了三条缺点 如今华为已经全部改正了 一般厂商很难做到这个 所以说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那么针对这台电脑 我比较推荐那些预算比较富裕的高端商务人士 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用华为手机 华为平板的用户 新推出的超级中端功能 和华为的笔记本联动起来很有意思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测评 还请帮忙给我点个赞 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性得 帮助电脑小白 支持笔8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